你們好,今天來到白石閣 最後一個新樓盤,入龍灣8 這個樓盤由信和發展興建 現在最近收樓了 出來主人房這個樓台 這扇門關閉時,和框邊有些虛位 虛位在這個位置 用電筒照著那裏 這些位置 如果說回流水的風險 這個樓盤雖然不是很大的風險 不過如果是 現在被風球等 雨大了進來 經這些位置都會有流水 出來露台這個位置 這裏地下有一個渠 這個渠不是最中的去水位的渠孔 這個是面渠 下面 下面 要再看深入一點 這裏裏裏裏還有一個暗渠 這個暗渠位 我們都要看看有沒有一些 左室 左室等 現在看到暫時沒有什麼 說有垃圾等 那些東西 都要放些錢 這裏是楔崖 這裏是用一些直身的玻璃片 就是 裝了一條一條 設置 其中一塊玻璃 看到有些下癡 好 接著再看看這個呢 就是最入面的主人房間的 地板呢 設到有些不平啊 有些崩啊 有些起級的 不過相對來說都是輕微的 即不是說很嚴重的 那這裡出來這個 一個大的落地玻璃 我們檢查到就有些花 那如果是站開來玻璃 大概一米來看 其實就不太覺的 這些玻璃 即是那些花那些 那歸納來說就是 一些很輕微的DVets 那這裏面板就全水了 那一看這個 這個面頭的水位 在靠著那個 雲石邊那裏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是闊一點的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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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呢 這個面板呢 其實就 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移了進去的 那裏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是比較闊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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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認為呢 那裏呢 那這裏呢 這個臺是 markers 這個是那裏呢 那呢 那我們嘗試將這裏呢 那就是用inken 這一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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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裏呢 這種裏呢 請裏呢 在裏呢 這裏呢 如果想拔出來,就像這個刀子一樣扯爛 要這樣才拔出來 我們再看看,其實這個刀子裝得頗漂亮 裝得頗公正,剛剛裝在中間 但在實際上,沒有預算這個刀子拔出來時 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它移動出來,換上刀子 這裡我們就看看,埋著廳的浴室 看看它有什麼問題 現在關上門 現在這裡關不上 為何關不上呢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門 同一個框,下面是離縫 但是呢 在上面是貼著的 那應該呢,這個門是有點彎了 這裡,這個門的 側巾的收口 這裡是很膠的,有些離口 好,接著就 看看這個花灑的棍子 這裡有些少少 有些髒的,有些髒的 那這間房的落地玻璃呢 我們檢查到,有很多花痕 這些花痕呢,它的深度都超過了可以接受的範圍 建議呢,就更換了它 那這裡呢,就是近廳的房 我們進來看看有些什麼問題 地板,都是那些細微的瑕疵 有些不平的,很髒的 那很特別呢,就是這間房 近住那一幅外牆呢 就安裝了一塊隔音瓶 那這塊隔音瓶都幾大份 在這裡呢 那其實我可以拆掉它呢 那如果你說這間房子 你自己住 那如果 你自己用的 那你就自己想一下 你說拆掉它 那你說拆掉,是不是 丟掉它呢? 還是放在EB呢? 那如果你說丟掉它,你要考慮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將來賣房子呢 買家呢 如果見到沒有那塊隔音瓶 它可以要求取消成交合約的 那有機會令到買家呢 就賠訂,造成一個損失 好,再進來廚房這個位 那這裡呢 這個門柄呢 就有些... 這裡呢 斜了,我裝得不太水平 一致遠 那這裡就是洗衣機的顏面 那... 開這個... 櫃房呢 這裡呢 是... 有些刮了 那個... 旁邊的... 板 這個呢 就要再... 重新安裝過了 這裡就... 這個櫃房呢 有些花呢 還有開關有些不順的 裡面呢 就... 電線蓋 就沒有了口螺絲 另外一鍋呢 就沒有掃口 接著這裡了 打開一隻窗 那... 那... 見到呢 就... 外面有件... 雅劑就有空固的 但是... 這個... 秋油煙機呢 它... 如果要開... 就要... 按一下... 下去才會彈出來 但... 它... 不太順... 按下... 它... 不懂得彈出來的 那麼... 那... 我們靠... 這裡... 按下去... 這個... 按下去... 按下去... 但現在做不到它的效果 另外這部手機 它本身亦沒有收死 你見到這部手機是很鬆的 做了一個外場試水測試 得出來的結果都沒有流水 這部手機走出去的露台 這部手機的設計是 拉出來時會延伸到外場那邊 現在看到這部手機的路櫃 這部手機積了很多垃圾 如果不及時清理它 越積越多 它排不及水 有機會水會倒灌入屋 今天日龍灣8的驗樓環節 告一段落了 再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們 拜拜